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笔名 那他要跟我们分享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高空摄影的经验 杰鑫 你好 佛林 总统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记得在十年前我访问芝加哥的时候 我是台北市长 我跟芝加哥的市长互送礼物 结果发现我们互送的都是一本书 我的书叫做台北上空 他的书叫做芝加哥上空 其实我在从事空中摄影的过程中 我收集了大概超过50个国家或城市的空中摄影的书籍 其实从空中看我们自己的环境是一目了然的 也看到我们城市的美丽 看到我们国土的美丽 但是我相信在天灾发生之后 也看到国土被破坏的那种惨状 其实在台湾还没有很多天灾的之前 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人为的开发 当芝加哥风灾之后 其实我从空中摄影看到我们受伤土地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心如刀割 对 这是在平地看得到 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我知道你都是利用在直升机上拍 是的 我真的很想问你为什么不用飞船 跟总统报告一下 台湾的飞船没有开发 没有开发 因为台湾的飞行的空域非常狭窄 在上个月我在高雄空派的时候 塔台叫我们赶快落地 为什么要落地 因为总统要起飞了 抱歉 所以其实台湾的空域管制其实还蛮严格的 因为我们沿海很多机场 所以目前能够管制的飞行器就透过直升机 那你以后要空拍的时候 先跟我打个照顾 我赶快避开 不敢 其实从空中在飞行台湾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一直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因为我觉得很少有朋友可以用这样的视野 从高铁通车之后 那个民航机都很少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扮演了大家的眼睛 那我把我拍下来的作品 透过部落格 透过Facebook 然后把我看到台湾现在的样貌 分享给各位网友 那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刚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叫做我扮演大家的眼睛 这代表了一种使命感 别人没有这个机会 你有 所以你要尽量的捕捉 我请问你 你是拍摄高空摄影 多久之后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出现 其实在很早以前 我在记录台湾的时候 大家都说台湾是福尔摩沙 是个美丽的岛屿 那我从空中看台湾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避免看到不好看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想把台湾的美丽 跟台湾的现在受到了一些伤害 同时把它记录下来 我想在我这么多年来 透过我的高空摄影去分享给 不管是各个阶层的同学 或是社会选择 我都发觉到台湾的人民 对台湾的土地其实是很陌生的 那我就想把我的专长 透过我的技术 能够让大家可以认识台湾 因为爱台湾 你要知道台湾的问题在哪里 你才能够重新 然后由衷地来祝福台湾的未来 你刚刚有一句话很传神 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呢 对台湾的了解其实是有限的 对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从二度空间去浪解 对是的 你是能够从三度空间 对对不对 同时这种现象我也发现 大部分人都是由岸看河 对 很少由河看岸 是的 或者是由陆看海 很少由海看路 看路 大概都是因为过去种种的因素 包括戒严 包括管制 使得大家限制了这一方面的这种发展 我想你这高空摄影呢 大概也是因为在解严之后 我们空域也解严了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机会 可见这些人为的限制 对我们了解我们自己 会有多么大的这种影响 其实跟总统报告 现在还有部分的限制 你真好可以建议一下 是不是要借机存情一下 其实我觉得飞行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个 更宽广的空间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是一般人甚至你做民航集都看不到的地方 那透过我的观察 还有飞行载具的可及性 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真正的很深入的认识台湾的环境 像在风灾的时候 我在雨停的第一个机会 我就租了飞机就进去拍了 我就飞到小林村里面去拍了 我们的飞机没有雨刷 你们知道吗 那还下了毛毛雨 飞行员都叫我头探出去看前面有没有流龙的线 那其实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可是我第二天要拍的时候 空域就被管制了 因为救灾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我觉得 如果说以记录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时候应该让我们可以用高度的区隔 让我们继续做这样的记录 这使我想到日本这一次灾海啸的时候 NHK的影片 第一时间就升空了 那你觉得我们做得到吗 不知道总统 现在已经做得到了 因为那套稳定器的设备 我们已经从国外引进了 那我们现在正在记录台湾 用同样的设备 同样等级的设备 来记录台湾的环境 那我想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 透过一两年的时间来开始记录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 然后把 其实从空中看台湾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经验 也有非常多非常多的那种伤痛 我想在未来2013年的时候 我的纪录片如果可以发表的话 会让更多的人来看到台湾的真实的样貌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高空摄影的时候 你这个身体 视力各方面的这种状况 跟在平地有什么不一样 有很大的不同 其实直升机在飞行的时候 重量很重要 越轻的话飞机越好飞 偏偏我又很重 所以会造成飞行时间的缩短 有那么严重吗 真的 那个直升机上面重量是公斤 是蜘蛛比较的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强壮的身体 我可以抵抗风的力量 我们在以前拍照片 坐在机门边 脚就放在外面 身体探出去拍照 很多人都觉得很惊险 但是我觉得 我是在享受一个风的SPA 可是下来以后 整个脚都是马的 我刚刚问到 因为你的名字叫齐柏林 对 飞船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就是热气球 它比较慢 飞机比较快 就你们的经验 是不是要看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速度 会有不同的效果 目前我自己以前用过轻航机 用过固定仪的飞机 然后我觉得还是直升机是最好的 就是说各种速度都可以控制 其实台湾的地形 就是很复杂 然后风就很乱 尤其飞山区的时候 其实我前两天要拍玉山 要拍雪山的时候 其实晴空万里 天气非常好 就是因为气流的关系 飞机就是飞不上去 对 所以其实在要做一个 完整的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要非常多非常多的天使地利 各方面都要能够配合得非常好 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影响 我知道直升机 租用是很贵的 对 你这么常用直升机 你的财务如何负担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直升机公司给我的很多的协助 就是他们有去出任务的时候 我可以随机顺便去记录 然后后来因为我们要去记录的地方 越来越多了 没有办法了 那就必须要真正自己花钱去租飞机 现在飞机的价格 一小时都十几万 一个钟头 我小时候不爱念书 老师打我们屁股 说你们不珍惜光音 就是时间就金钱 戳头光音浪费金钱 那我上了飞机以后 我才发觉到时间真的就是金钱 就是每一分钟大概两千块 一分钟两千块就这样子耗掉 所以后来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心里的压力跟挣扎一直很大 后来就是我发觉 台北市有买一间房子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贷款比较容易 所以就把房子拿去贷款 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你曾经说 整个把你说 唯有的财产都投进去了 对 爸爸妈妈房子也拿来 对 那自己的房子就这样贷款 然后加上一些朋友 像我们的万姐 万总监 然后几个朋友 志同道合的 然后大家帮助我 给我一点资助 这样子 那你现在 我看起来 你现在不是把它当一个职业 是把它当作一个 也不是一个事业 而是一个志业 带有一种理想主义 带有一种这种 不计成本的投入 其实我觉得 我是跟台湾的土地谈了一场恋爱 就是说你看到台湾的土地之后 你的情感就由然而生了 我经常去演讲 你知道我在松连老人大学演讲的时候 得到了那种掌声 是让你会感动的 为什么 因为老人大学都是60岁70岁的阿公阿嬷 他们经历过台湾过去土地的美好 可是看到我现在呈现了台湾的伤痕累累的样貌 他们心里产生疼惜 所以就是因为我看的视野比人家多 比人家广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 就一直这样投入进去 所以人家说见多识广 通常是指社会人的事物 从高空看台湾 那这个视野是极少数人才有这样的机会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 你有没有在台湾以外的地方拍过 没有 其实跟总统我们报告就是说 其实真的是 真的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对台湾土地有感情 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了 没有那种关联性了 对 那现在这个 我知道你想要出纪录片 不是只拍一个影片而已 对 那这个目前的这个计划怎么样 初步是很辛苦 刚刚跟总统说过 就是我们在筹募资金的过程中 其实因为 大家对这个议题的认同程度 还不是那么熟悉 那现在初步阶段 除了我们自筹贷款 朋友借贷 大概有一笔资金以外 最大一笔资金 目前初步的资金 是来自于台湾店 董事长 郑董事长的支持 对 他非常爱护环境 对 然后基金会非常全力的支持 然后未来呢 会跟天下杂志合作 他们希望能够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 比较正确的资讯 在剧本的编撰方面 给我们很大的协助 那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在做这个 纪录片的梦想的时候 给我最大的鼓励的 是侯小贤导演 对 在过去台湾很少用 这样飞行的方式在拍影片 那当我们有这个 比较稳定的设备 可以呈现比较好的影像的时候 事实上对台湾的电影产业 是有帮助的 对 那侯岛告诉我说 叫我放手去拍 对 那他在各方面提供我们很多的咨询 所以坚定了我要做这件事情的信心 对啊 我觉得我看到你那个影片 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 包括歌唱 对 或者观光 或者宣导 都可以拿来这个当做 这个工具 或者是当做一个背景 其实对国家的形象的宣传 都很有正面的意义 我们有些画面真的是很动人 是 谢谢 我刚好因为工作的关系 比较比别人有多机会坐飞机 是的 有时候真的看到一个景色 真的会被迷住 是的 我觉得哇 这个不可方物之美 我相信你也经常有这种感觉 我希望有机会 可以跟总统纪上飞机 为您做台湾的飞行导览 好啊 可以带你去看到 你没有看过的地方 这真是我很希望 对对对 很高兴台湾有人 有这样的一个雄心 把台湾透过高空摄影 全部记录下来 是 而且能够拿来跟别人分享 这是将来是我们这个国家 这块土地非常重要的资产 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 那个柏林 是 没有想到人如其名啊 谢谢总统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柏林的作品固然是美丽动人 但是我觉得支持这个作品的那个力量呢 我觉得更为动人 因为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一路走去也是始终如一 支撑他的力量 就是对这块土地 以及土地上人民的那一份炙热的爱 这一点呢 才是他作品动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我们希望柏林能够继续他这些努力 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 他动人的画面 以至于他动人的那种热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